大家可能只是每星期見到我10分鐘 就覺得你經常不出片是不是很懶 牛角那條片大家可能見到我15分鐘 但裡面的內容是計劃了兩個星期 而大家可能見到一個女生進去餐廳做食評 但其實拍攝時間只有90分鐘 因為放題只有90分鐘 就是那90分鐘裡面你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整條片我都是寫了稿 所以我去到那個位置我只讀我本身寫的那樣東西出來 那就OK了 但你又要做很多事情又要拍又要拍得漂亮 所以這件事我最後好像去了兩三次 但是觀眾其實未必看到 那今天我們就邀請到恥恥上來跟我們聊天 Hello 恥恥 你好 我簡單介紹一下恥恥 恥恥她是一個很新進的影片創作者 是大家現在越來越多人慢慢認識她 還有她過去的三至四個月 她的訂閱者的增長 如果是放在一個股票來講 或者放在一個沙粒的成長來講 我會覺得是那個ROI 那個return on investment是非常之高的 她自己都有寫說 哪個時期去到什麼時候 哪個時期去到什麼時候 所以今天我準備了一些問題 就是想問一次次為何她可以在過去這幾個月 她本身是一個剪接師 然後她現在是一個視頻創作者 可以那些影片這麼合適 這麼高質 還有這麼快就有這麼少少的成績表 是的 那你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準備了一些問題問你 準備好了 是的 那我們一開始就會想問一下 因為你知道你剛剛大學畢業很久 然後你的頻道大概一年左右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大學的時候 然後那個switch去到你開始運動頻道 你是可不可以給我們多一點點資訊 我們是做些什麼 或者怎樣可以鍛鍊到有一定程度的剪片技巧 因為其實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讀business的 但是一開始就是讀電腦的 我讀電腦的 是的 那一科叫做Information System 那她真的要讀的東西 就真的要寫電腦 那我真的讀不了 那時候GPA超級低 那時候所以就 剛剛有說的就是我有延期一年 所以本身就四年 本身的課程好像不知道五年 但是我又再延期了一年 還有我還要是很後期才覺得我真的搞不定了 那我真的死撐了一段時間 那之後就變了讀一些關於創意的東西 那總之最後就是讀有兩邊的 一邊就是讀Global Creative Industry 那就真的會研究 普遍文化的文化 我那時候記得有個課程 你有沒有聽過這條飛機 我沒有幫你去直接說 是的 那時候那些考試題目 真的圍繞著本地的歌手 這些課程 那但是 但是 我認為Cornu是比較上 那些東西是theoretical一點的 就是不像可能浸大Poley 如果他真的讀傳理 就有很多實習的機會 是真的要拍美電影 我們真的要group一個production team出來 那我們不像是這樣 我們是很多東西是stay 在文獻去研究 那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跟現在剪片很大關係 其實就不太大關係 是的 但是內容上我覺得有一點幫助 就是因為你要很 那時候你要很留意著身邊流行著些什麼 那你又要研究那件事 那這個時候 還有電影 是的 因為我其實Cornu都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些電影的東西 那其實那時候也有很多course 是真的讀要研究以前 或者香港的電影 去寫很多影評 所以也有少少關係 是的 OK 那即是你是讀大那時候轉了科 那終於找到一個科 是比較跟你興趣貼近 或者你覺得跟你synchronize到 你的一個科目 那這一方面就 剛才你這麼說 幫到你可能有些片的idea 或者電影有關的東西 但是在技巧上 嗯 我想這個大家 認識你 認識你video channel的supporter 以及可能在聽這個podcast的觀眾 對你也有少少的迷思 就是為什麼你 你的技巧在哪裡鍛鍊回來的呢 其實那時候讀大學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group project 那我讀過科都叫做有少少 嗯 怎麼說 因為business 的同學仔都 挺搶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有presentation 很搶的 還有我剛好 認識那些朋友 有些是讀法 更搶 我覺得是 抗於裡面最搶的那班 他呢 真是一個project 他會說 不如我們剪完片 我們拍完東西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又不是說 超級厲害 那我就說 不如我做剪片的部分 我就做拍的部分 那這個叫做 慢慢開始有接觸 這方面的知識 是的 但是你說真的去到 鍛鍊呢 就是我剛才不是說 我的GPA有點低 是的 那時候同學呢 就說 你這樣其實你找份 那時候就好一點 就是你打爆了你的CV 那個experience 那個難 就是彌補你的GPA 不夠高 這樣 同學講的 是的 是的 同學講的 那我說你也對的 那時候呢 就不知年3還是 不記得 好像年4 應該是 那就去了找一間 marketing agency 那就是 就開始接一些 freelance的 work 是關於剪片的 那一開始是 什麼都不懂的 但是當然你見老闆 馬上要跟他說 我全部都沒問題 我做了研究的 那很幸運 那時候就聘請了我 然後就開始慢慢 因為youtube這個行業 很有趣 因為youtuber 會提供其他youtuber 說他有些 這裡有個剪接師 都不錯的 那時候就開始慢慢 死逼自己 可能一個星期出三條 去鍛鍊自己 自己 由一個 不是很熟手的 剪接師 慢慢去變得 越來越熟手 這樣 剪三條是 別人的片 就是你是做剪接師的角色 OK 我想 回前一點 就是你說 那個同學跟你說 那你可能 那些分數不是那麼高 你不如在 訓練那方面 拿到的經驗吧 那OK 你有了 你去了做剪接師 那你那時候那個分數 是不是來你越來越遠 因為好像對這個學生沒有什麼關係 哦 你的意思是 我的 就是後幾年的GPA 是不是越來越遠 是啊 那位同學說的話 你拿了一個提議 就OK 你CB多了些工作 給你提議 其實最主要 是因為我那時候 中學升大學的時候 大家都說 你入了大學就行的了 不用讀書的了 那我一年 就是 我不趕出來的GPA 但是一定會嚇到你的 我想我是可能那個一年 可能最低的那一百個 其中一個 那就是 在這個程度 那所以 所以 你怎麼知道你是最低的那一百個 其中一個 其實你一看分數你就知道 哈哈 是很明顯的 就是 都不用跟別人比較 總之是低到很低 那所以之後 其實你最主要是變回正常 就是之後 其實你正正常上 你有讀書 都三個應該是OK的 但是之前因為真的太糟糕了 我知道我變回正正常上 都OK的 有分 還有因為你轉換之後 之前的分是全部不算的 哦 那所以 還有 剛好我讀過幾年 撞正COVID 那他就有得給你選擇 其他選擇 是Path or Fail 那你不一定要算分 都OK的 是Up to你們的Choice 是 OK 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就 就是這樣 對 OK 好啊 那你 就是那個時間 可能接了一些 freelance 然後你逼自己 可能每個星期都要有 output 然後你就慢慢鍛鍊到 剪接不同的技巧 這樣 嗯 是 我最主要是 因為我自己都喜歡看YouTube的 是的 如果不然都未必做到這類型的剪接 但是我會常常去 我去看 譬如看一個綜藝節目的時候 很少 就是我除了真的看那個內容之外 我會常常看 他的剪接究竟是怎樣的 可能放慢0.25倍 這樣去看 你這個特效原來是 放慢了那麼多的時候 原來他逐格逐格是這樣做出來的 那我就會開始 不如我自己都試一下 這樣 嗯 你剛剛說這件事 我最近有一個 學到少少的東西 就是有個專家跟我說 FPS要調得高一點 否則放慢的東西是會 折得很厲害的 噢 即是拍的時候 是拍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太留意那些 設定 這樣就 是了 就搞到 不是那麼好 那所以 那即是你一路看片的時候 你已經是用一個 他怎樣去 做那樣東西的角度 就是學習的角度 那所以你又一路有 然後一路有剪 然後一路有看 然後就看別人怎樣做 所以你覺得很快樂的 對 對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 因為有時候看 我很喜歡看台灣YouTuber的 那我會覺得 為什麼 好像 就是你如果 以一個觀眾的角度 去看 你會覺得 香港和台灣的剪接 是有不同 但是你未必 說得出那個 不同在哪裡 那我就會很 喜歡很 轉到很小的去看 那別人 其實是有什麼分別 就是節奏相 還是那個字體相 的分別 那我很喜歡看這些 那所以 可以說是 就是看YouTube 可以說是興趣 但有時候看看 我會覺得 好像又好像在做事 那樣 就是好像分不開這兩件事 嗯 可以分享一兩個 有什麼大的分別 就是如果可能 香港和台灣 可以 就是你收到 我覺得 香港的彈幕 和剪接 是有一點 像日本多一點的 就是那些東西 可能很重視 那個畫面 或者那個字 那個標誌 漂亮不漂亮 多過它怎樣彈出來 那個畫面是怎樣 但是台灣 會有很多畫面 進 或者飛進 然後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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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很喜歡做這件事 你也有很多 是啊 因為我很喜歡台灣 那些 那所以 我覺得 香港那些 可能它真的那個彈幕 它都是這樣彈出來 就是它不會有一個字 是這樣彈彈彈出來 怎麼說呢 我知道 你一說就回憶你那些 就是彈彈彈出來 是啊 是啊 所以這個是少許分別 但是 可能時間上都有分別 因為台灣那邊的 那個創作業的工業 其實是很發達的 是啊 那邊是做到很有系統 又會 譬如有很多的剪接師 那這件事就變得容易做很多 但是香港可能是 很多是one man band 那你當你 是啊 其實很難 又維持到那個量 但是質素又要這麼好 這樣 是 因為你 你最近都是one man band 嗯 OK 那 你剛剛說的 你說到這件事很好 那 你現在如果one man band的話 除了你自己那個 可能時間上去到一個樽鏡位 你還有些什麼 就是作為一個可能 創作的人 除了時間是窗鏡位 時間是個挑戰 還有些什麼 你在面對的問題 就是在你的 合作上 嗯 時間上 我會有想過 其實那個合作 需不需要做到這麼高 這樣 因為我知道 就是我自己一直做很多 因為有幫很多youtuber去剪片 那我也大概略略掌握到一點 香港的觀眾 接受到那個程度 那個 那個 那條線在哪裡 就是其實 需不需要做到 每一秒 有三個 其實 還有呢 其實發現一件事是香港的 觀眾 不是很習慣看這麼多 特效的東西 他反而會覺得 想慢一點點 有時候我也會有些留言說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好啊 但是呢 就是太多音效了 這樣 那這件事又要想想 台灣那邊很流行的東西 你未必香港人是會喜歡的 那所以 可能是質素上 其實都是 對 我又在想 如果我可以 減少一點質素 但是 反而 那個出片量 可以多一點點 會不會是一個 挺好的平衡 這樣 過到自己的關係 就是 如果你的質素下降 然後去到這個 增加這個 數量的影片 嗯 會 會想 因為始終社交媒體的玩法 跟你做片的方法是 兩件事來 因為你玩社交媒體 就一定要 保持著曝光錄 透露 你一定要 不可以 觀眾太久沒見你 你兩個月才出一條片 那別人都不記得你是誰 那 那 他都不會推你出去 那所以 如果 要玩贏 YouTube這個遊戲 其實 都要考慮 少少關於觀眾的看法 OK 嗯 所以你現在的 策略就是 可能 會有機會 交換少許 但希望 外出可以 平常一點 或者多一點 可不可以叫做 交換質素呢 因為 其實我會覺得 因為觀眾看 就會覺得 你這樣太多 其實對他來說 質素不算太好 反而 因為你減了少許 你那個 時速可以 配合觀眾 反而他會覺得質素更好 對 所以這件事是 挺有趣的 即是不叫做 交換質素 但叫做 可能考慮多些 觀眾的看法 或者評論 對 就是反而走回 觀眾的時速 和他們的 接受程度 嗯 在特效方面 嗯 OK 那你現在 除了 管理你的頻道之外 你都 還有做剪接事 嗯 即是都有 可能是自由 是 是 剪接師其實是 一直都有做的 但是以前呢 就很喜歡 寫自己的作品出來 但是現在 現在純粹是少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 是不是現在 只是拍YouTube 就沒有做剪接師了 這樣 其實一直都有的 但是真的 有一點點吃力 因為除了 因為我好像放假 即是放我自己 除了剪接師的工作 就是拍自己YouTube 那我放假就是剪自己的影片 那我工作就是剪別人的影片 那我工作就是剪別人的影片 總之我好像每一天都在剪片 那樣 是的 但是也有做的 也有幫很多不同YouTuber 或者藝人去剪片 那樣 OK 那你 既然 一天 一個星期七天 都是 可能做 這一類型的事情 但可能內容有點不同 那 你怎樣去 減壓 或者怎樣去 做下其他事情 去讓自己放空一下 舒緩一下 因為呢 其實有時候時間 真的太緊 我好像都 不知道多久 沒有說真的很正確地休息過 是的 因為始終 你會覺得 一有時間 那不如去拍多些影片 那我自己的YouTube 又不算說 更新的頻率是很高 那 所以如果真的說 真的說 休息可能是看電影 看Netflix 是的 是的 這些真的很簡單 還有快 那我可能真的吃過飯 我都 但是 又是很搞笑 就是好像我剛剛這樣說 吃吃下 又會看別人的剪接 啊 拍得很漂亮 然後又開始研究 那所以 可能聽音樂 但就是可能是一個晚上的事 就是很少說 全日都可以放假 很放鬆的 因為又有很多工作來 那還有 大家都知道YouTuber是 即是不停的 是的 那別人如果 星期日要出片 你怎樣 你沒理由說 我星期六天不做事的 是的 那 Freelance 又很少說 我們定了休息日 我們就不接 其實可能都要的 但是我現在暫時沒有 OK 那是不是因為 你可能 看得多一些 流行的服務 所以你第一條片 剛好的時間 那時候 有這套很激烈的 所以你決定做 Squid Game 這個的 因為我剛剛就是說 我休息的時候 就是會看Netflix 那時候剛好就是 其實我看得很快 因為我不太喜歡 追著你看 所以我就一次過看完 那時候很紅的 魷魚遊戲 就覺得 每個人都在那裡說 說很好看 很好看 那我看完就覺得 嗯 都好看 但是 是不是去到這麼好看呢 那我就 對著 就是跟了我的朋友 說了很多 其實我覺得不是真的 那麼好看 就是一夜 自己不停在那裡說 那他們就說 我那些朋友就說 那其實你不如 你這樣說 我覺得你講得挺搞笑的 不如你自己拍出來 那我就想 都好 因為 由於遊戲 那個 那個 就是在那段時間 那個 Google搜尋一定是很高的 嗯 所以如果你 做最早那批拍到影評的話 那個 感覺應該都不錯的 是的 如果 以這個角度來講 你又剛好有一個內容在 你 那不如 就 吃著個細拍了先 就不要想那麼多 所以就做了你 頻道的第一條片了 是的 其實那時候都有想過 我要開始這個頻道的 但是 真的沒有說 那我第一條要什麼呢 就是大家 通常第一條要想最多的 就在想 會不會不行 沒有人看 那怎麼辦 但是那時候剛好 就是有這個契機 因為你不可以太遲出 如果你去到 隔了半年才出 那就沒有意思了 所以那時候剛好有一個 好像有一個動力 就跟你說 你下星期日之前 就一定要出 這樣 所以就變成 很快就出到第一條片 就是叫做有一個動力 這樣 那接著出完第一條片之後 你就多了很多 不同類型的題材 你是怎樣去 因為你有時也有講過 可能你 例如社交媒體也有講過 出完一條片之後 就要想一下 這條片出什麼 那你怎樣去決定 做些什麼 因為都幾廣泛 例如你可能去超市 跟別人買東西 是否叫跟別人買 就是參考是你買東西 是 然後你會回來去 研究一下 跟大家說 你買了什麼 每一樣東西 有什麼 又或者去吃東西 去餐廳吃東西 又或者你給了自己一個挑戰 就是花多少錢 然後去 是否 survive到這個挑戰 你怎樣去 決定這些題材 既然你看那麼多 可能香港或者香港以外的影片 我覺得 我自己喜歡 其實一開始 或者這樣說 應該是我自己都很喜歡看挑戰 類型的影片 但是香港 反而不是很多人 拍這類型的東西 可能很多人會拍 只吃東西 然後只旅遊 但是 你說其實很少 有一個人 只是會拍一些很挑戰 就是以那個人為中心的東西 就是你拍攝食就是以食為中心 是的 所以我就想做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就是拍攝影評 就真的純粹是想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會不會都有人喜歡呢 那 我記得好像是 有一段影片開始拍了食物 之後就開始 好像就很多人看 那時候叫做對比上比較多人看 那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 始終 就是 野食也是主題的 但我不想 就這樣 去一間餐廳做食評 那我可不可以 轉動一下 這個題目 令到他覺得 這件事是有趣得來 是可以包含到 食物的呢 那就慢慢開始 因為其實現在 可能 好像 上一條影片 一星期用五百元 但是 聽下去 你不會覺得是食物 但其實進去都是食物 是的 所以就有些挑戰的成分 又有一點點食物的成分 又有一點點食物的成分 會不會是 香港的市場中 可以跑出 就是這樣想 OK 就是 就是 可能 可能 挑戰去包裝 你怎樣 怎樣呈現 那些題目 那就大家都會 可能 容易點看 就是容易點接受 OK 那 你剛才說 你看很多可能 香港以外的 影片創作者 然後 大家風格不同 然後 還有 你又學了一些東西 然後放在你的影片裡試一下 有沒有 一兩個你是很 看得到的 影片創作者 可以分享一下 是 有一個是台灣的女生 叫做 阿里莎莎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她是一個 說話很直白的一個女生 但是 我自己看她的影片的時候 會 覺得 是有少少不同 跟其他人的影片 但我講不出來 有什麼不同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為何會特別好看呢 我就特別去 真的去看她的特效 是怎樣做 她的時刻是怎樣做 或者她的題材是怎樣做 因為我見她 其實她有時候都是 做一些 可能有關食物的內容 但是她又是不會把這件事 就是她不會把這件事 就這樣說 我去某某某某做食評 那樣 她又會 為何可以就這樣 推動一下主題 其實你已經覺得好看很多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可能都是一個 值得學習的對象 對 所以我自己很多影片 都 剪接上都有偷到很多事 好的 就是你這個可能 包裝少少 這個角度 推動一下 這樣就 可能會 帶點新鮮感 就是可能在這裏參考回來 嗯 放在自己那裏 OK 這個是台灣的嘛 嗯 是喔 還有沒有其他除了她之外 你找到她的 找到她 或者你最喜愛 就是 如果最喜愛 其實最喜愛都是 剛剛那個的 OK 因為我覺得她 我都會學一下 我會想一下 為什麼這個人會這麼多人喜歡呢 是因為她說話夠 夠 honest 還是 我很多事情都會去研究 例如她的 人是怎樣 她的剪接是怎樣 或者她怎樣去想 這件事 或者如果很喜歡 其實有另外一個 就是 她好像叫 但她很久沒有更新的了 她好像叫 Kera 她的內容其實 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她叫做 挺吸引到我去拍片的一個 YouTuber 因為她拍片是很舒服的 純粹很舒服的Vlog 這樣 但是 我那時候就是 第一次覺得 原來我看一條片 我是可以覺得 那麼舒服 或者是 那麼開心 就是原來 原來製作影片 這件事 是可以令到 其他人有 一個這樣的感覺 那我就會想 如果我自己去做 那是不是都可以在別人不開心的時候 看完這條片 會覺得很開心 那我也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 那叫做 就是 內容上不算說 是很特別 但是 是有一種感覺 所以我都很想 我自己的影片 是 除了內容上 我可以給別人一種感覺 是的 這個是 哪個地區 即是Kera 好 我在YouTube上看到 她說普通話 我不知道是台灣還是中國 OK 是 那 從這個 可能感覺 就是很好的感覺為主 很舒服的感覺為主 然後去到 你自己放在自己的影片 想呈現出來 那除了那個內容之外 你有沒有說 你是想呈現什麼感覺出來 給觀眾 除了一個主題之外 嗯 是的 因為 可能你 有 不是 不是 不是很多影片 已經有一堆 但是 你有沒有說你的 除了主題 你的感覺 接下來的方向 會是想走哪一個感覺路線 嗯 其實 因為一開始 我自己是內容先走的 真的 可能你看到那些影評 真的整份 其實都是在說那件事 所以我會說 其實那些人是因為 譬如好像魷魚遊戲 是因為魷魚遊戲 而進來 來認識我 那我其實之後呢 或者現在其實一直都在做 我想放多一點重點在我自己的人 就是放重點在那個人 是你 如何跟你朋友互動 而 而 他真的 很講這件事 就是因為 其實你說的 有很多人可以講得好 比你 或者 他做了很多 研究 或者 就是 形容得好 比你 那為什麼人家要看你呢 可能 就是因為你的人 那 所以我想放多一些 可能蝙蝠 在你自己的人 去怎樣給這個 反應 去做多一些 是的 就是未必是 所以很多 那時候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很多 邀請 都說 不如你過來我們吃東西 我們可以 出一個 食評 但是很多都 就是 沒有談得整個合作 因為我 不是想放一個 食物的本身 我是想放在 可能我的反應 或者 是 我怎樣去看待 這件事 就是我覺得是 我自己的東西 是的 但是有些頻道是 就是客觀一點 就是兩邊都會說一下 但是我是走 主觀一點點的角度 是的 就是你這個 角色 這個 影片創作者為主 對可能 不同 題目的 反應 或者那個 交換 對於牛角 然後下一次是 另外一樣 然後下一次是 另外一樣 是的 或者可以說是 這個創作者 出的東西 就代表著 好看 那你就會進去看 這樣 最好當然是做到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 都慢慢做 就是希望做到 但是最主要是 希望觀眾覺得 無論你拍些什麼 我都會看的 那未必是 我想拿那個題材來 吸引來看 但是當然 你就是 就是你的 content 就代表你 是的 當然他就是 就是希望做到 我拍的東西出來 大家是 會有信心的 會有支持 這樣 你可以先喝一口水 好 哈哈 哈哈 那你一年左右 你有二十幾條片 那 由你第一條有遊戲 去到可能最近 開始有些挑戰 有哪一條是你的 自己的最愛 可能 我可以說一條 自己剪過的片 其實就是剛剛 牛角那一條 因為我是 未開始這個頻道的時候 已經很想做這個 content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吃牛角 是的 那所以 那時候是想了很久 但是純粹沒有想到 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 即使那個feel 數是怎樣 有沒有人看 有沒有人喜歡 我都會拍這條片 那 是的 所以那條片的計劃都很好 但是那時候一出的時候 其實 現在看 看回 就是我整個頻道裡面 最高feels的一條片 但是那時候出是很低 就是 YouTube 不是有一個 會評比了你最近出的那十條片 哪一個feel 數最高 那時候我那條差不多最低 但是我那時候就覺得 都不要緊的 因為我自己都真的很想拍 有些朋友就跟我說 你有沒有後悔呢 其實拍這條片 就是他會覺得 內容很 怎樣說呢 有些愚蠢 是的 我那時候也覺得沒有 但是很開心 那時候其實剛好撞正了 就是牛角的老闆 分享了這條片 所以才可以令到這個頻道 有這個algorithm的眷故 所以都算是最喜歡的一條片 是的 還有一條是可以說一說自己 幫人剪過的都可以說 嗯 因為其實 之前做剪接師 都有想過一陣子 是不是真的適合做剪接師呢 在香港做創作 這一方面 是不是會有些氣 都有想過的 所以有一段時間 是有些失敗 還有會想試一下 不如做回 因為我事業的時候 也有讀少少市場的事情 不如去做回市場的事情 但是那時候 剛好就是 有一個香港的偶像 剛好 DM我跟我說 可不可以幫我剪一條片 那時候其實是 就是她頻道的第一條 就是一條Vlog 其實內容不太重要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令到我覺得 原來我剪的片 是有人看的 是有人覺得很 因為她那些粉絲 都很支持 就是說 看得出你轉了剪接師 然後就說 關於剪接上的事情 就是覺得 好像真的有人 跟我討論那件事 所以都是令到我繼續去堅持做剪接的 一個其中一個 轉裂點 是不是這樣叫 應該是 OK 那我想請問 你那時候有這個轉裂點 是繼續做回剪接師 其實在香港 你做剪接師 那個 怎麼說呢 如何作為一個職業 就是可能 因為很少可聽到的人 是可能 做剪接師 然後做了一段時間 就是獨立的 剪接師不斷接作 然後到你現在 可能一年多 做自己的頻道 那之前你做自己的頻道 做了剪接師 是跟你可能 你出去做回市場 什麼 就是不要說你喜歡 你不喜歡 但是那個 賺食如何 那個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 很早就知道 自己不是一個 很喜歡 在某個特定的時間 又在特定的地點上班的人 嗯 所以我一開始 都沒有去什麼公司 認證 所以我那時候 雖然說去了一間 市場公司 但是其實 上班的時間 是很充滿的 純粹是我去他們 那裏都會用到他們的電腦 這樣 那所以 如果人工的話 我 其實 現在這一刻來講 剪接師那個人工是 多勞多得 所以 如果以我以前那個 真是很勤力 取得盡的 那個成績來講 一定是多過YouTuber 現在這一刻 是的 是的 那之後就 是的 之後就不知道 還有Google Google AdSense 那些錢 Google AdSense 我現在還沒拿到 那些錢出去 是的 我運動了一年 但是他永遠都不批我 那個賠償 Google 聽到我嗎 快點批評我的賠償 是的 OK 是的 因為你 除了剪接師 就是你現在一直在自己的頻道 也有做剪接師 那所以 撇除了剪接師 你可能 作為一個 音樂創作者 你最主要的收入可能是 一些業配合作 就是因為 AdSense 未必是 就是那個 那個欄心未必是 那麼大 嗯 對不對 就是最主要是這樣 就是去維持這個 這個頻道 是的 因為我本身時間都 就是本身又有 接其他的YouTuber 剪接的工作 還有其實另外一邊 我有接一些製作的工作 那些就 比較 都需要用一些時間 所以就變了 又減了這些時間 減了製作的那邊 其實只剩下很少時間 去做自己的頻道 那所以就 但是 是的 還有我又不 因為一直他們都找開我剪片 那麼 其實都有想過 轉做全職YouTube 應該都會不錯 這樣 但是又 沒有一個 突然有個契機 要覺得 別人找你剪片的時候 說我不行了 我不做了 就是你好像說了這件事情 其實就跟別人說 以後我們都不行了 是 所以可能 是 可能需要一些幫忙 就是 或者 可能需要一些幫忙 或者 其實真的要自己 想一想清楚 是不是 走哪條路 其實你怎麼都要做一個決定 是 沒有可能兩邊都 同時間去到 還有 在香港 剪YouTube 就是這類型的 綜藝片的剪接師 是少之又少 所以是很難找幫忙 即使找到剪輯 又要再夾 這樣 是的 OK 好啊 我想請問你做了剪接師這段時間 講不講得 笑什麼 是不是立刻入得很快 是 因為我不想他剪得那麼什麼 那你做了剪接師這段時間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跟哪些創作者有合作過去剪接他們的影片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可能 因為女生是比較多的 其實女生真的有很多 Mii Chan 有聽過 有聽過 是 紅仔頭裡面 Mii Chan 然後 其實就是 Ling Ling Chan O Yan 有合作過 可能你們真的不認識 可能美容那邊比較多 如果你說 生活風格 可能Edan Edan OK 是的 那這些 如果是近期的話 Rose Ma 是的 如果生活風格 就是這個 其他呢 就是比較美容的 類型 如果近期的話 那其實他們可能 一個提供一個找你 嗯 是的 對 對 對 所以說真的不是有那麼多剪接師 是 可以 是 對 因為 香港Youtube 已經很少了 那你還要說 專門目標 Youtube片的剪接師 其實全香港只有幾個 是的 你說真的很專注地剪這類型的東西 所以他們通常 一個OK 都會提供其他人 對 還有現在都好像 有少少失去了你 因為你自己 運行頻道 你的時間 都只有這麼多 嗯 還有你 都 你有很多 你的頻道 想做 還有你都要 焦點在你那裡 嗯 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 在最後一天 可能你都要 決定做什麼 那所以 剪接師這個 又少了一個 這麼有質素的 又不是少了一個 就是 那個 工作路上 可能又少了一個人 去分享這些 剪接的工作 嗯 可能要 其實我自己 一開始 為什麼會想做Youtube的剪接師 其實我就是覺得 為什麼台灣那邊 可以搞到這麼有聲有色 就是別人一個剪接師 是可以有整隊隊 但是我們這邊 好像全部都是 一人的隊 那所以我本身是想 可能有一間 剪接的公司 是有很多不同的 剪接師 有不同的類型 就是我都不想說 我自己 就是通常找得我 其實就是那個風格 就是很多大幕的那個風格 那但是 有些人都會問我 會不會怕 你個個找你 都是這個風格 那就只剩下一個風格 那所以我也想 認識多些 不同的剪接師 是有不同的風格 那我真的有一間公司 可以支援到 如果你需要有什麼 獨立工作 剪片工作 就過來給我 那我來幫你搞定 後期的部分 其實對這個生態 會好很多 有這些後製的幫忙 好 但是現在這件事 就要 就要再想一下 還有都要默色一下 就是剪接師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 讀這一行的出身 就是可能 通常浸大 我自己有認識一些浸大的朋友 他們真的讀過科 全部 就是一些做導演 一些就做剪接 一些做幕前 他們去組別人的時候 是容易很多 因為他們本身認識 但是我本身 真的認識 我本身不在這個圈子裡面 所以 真的要很主動地去 出去找人 再找他有沒有 有沒有訪問 這樣才有可能 認識到這方面的人才 或者成大 可能創作媒體 他們都比較多 嗯 是 OK 你剛剛這樣說 是不是真的可能 你接下來都希望 你想找一個剪接師 就是一個剪接師 嗯 其實我本身也有一些剪接師 但是他就是 就是處理一些 真的很簡單 可能是字幕 對 幫我配線 因為我自己打字超級慢 對 就可以找到他們幫忙 或者真的有時候 就是 如果外面 其他YouTuber找我剪的影片 如果真的 哇 那期都飽了 那 都可能找到他們幫忙 但是這件事是 麻煩的 因為 我要給很多評論 就是 我自己一方面 要對YouTuber 那個YouTuber有交代 因為剪接上的質素 是要保證 但是 一方面都覺得很對不起那個剪接師 就是 哇 我做完那麼多事情 你給我十八個評論 那 換轉是我自己的 我覺得 不是那麼好意思 這個也是 要平衡一下 自己 對剪接的期望 以及 你對別人剪接的期望 是不是 要一樣那麼高 大家都很辛苦 是的 還有那個剪接師 本身也有正職 所以 那些時間上真的很激 就是 你是了解 那個 你幫他剪接開的後味 你會知道怎麼做 嗯 可能你的時間爆了 所以你就分享給另一個剪接師 但是那個剪接師 就是 你三個之間 就有些空間 要進入 所以就是很多評論 後來 因為 你熟過一個 可能剪接師 但是未必令那個剪接師那麼熟 那所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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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一些標準 就是 你說這個彈 你要怎樣彈 你不可以 其實是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但其實觀眾 有可能會感覺到 你就是要 很多時候要 整理這些很細節的東西 OK 那你做了一個標準 沒有 都 都做了 但是可以更加清晰 OK 那你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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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法 有沒有一些評論 可能一些支持者 他們是 可能對你的內容 比較大迴響一些 還是可能對你 跟其他東西的反應 就是 有些什麼反應 所以 我覺得 就是 我有時拍 譬如那些影評 拍了 可能說了很多 很多東西 很客觀的東西 但是可能他的評論 都是評論我個人 就是 可能 無論是樣子 性格 都會評論一下 但是 我自己覺得 比例都 幾多 就是評論我個人 都多 所以 我早期拍影評 是有些 有些 不是 也不是說 不開心的 但是 覺得 我這份稿寫了很久很久 這麼辛苦 我寫了很多東西 但是沒有人管我的 內容是什麼 就這樣 可能就這樣評論我個人 或者 或者他們會說 辛苦了 你寫我這麼長 但是他不會跟我討論 我可能真的 那套戲是說什麼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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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可能 一個 紅燈 就是 不如多焦點在自己 因為可能 因為那個 最重要 都是看觀眾 有什麼反應 如果別人對你的人 是很有興趣的 其實是否應該多拍一些 關於自己的東西 因為 最主要 因為本身 只是怕沒有人想知道我是誰 其實 所以我一開始才找到很多 有可能 那一期會比較流行的題材 譬如 那一陣子比較多 之前有做過 Netflix第一位的一些影評 所以 第一位 肯定是多人看的 所以我就想 吃到這件事 但是 慢慢 原來那些人未必 是真的因為這件事 而進來看 你是可能真的因為你的人 那可能就會想一下 是不是可以做多些 真的講關於自己的東西 的內容 我們剛剛這樣 講了 這方面的東西之後 我猜一下 你接下來應該 未那麼快會再出這個 影評類 影評的東西 那不如我 可能 聽到的人都可能會想知道 那 你最近 在Netflix看了些什麼 那 可以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或者你的喜好 是看些什麼的 嗯 其實我近來 我覺得近來 比起之前真的少了很多 就是 無論是我時間上少了很多 還是Netflix 那些出的東西 是吸引到我的劇集 都是比較少了 最近有一套 你有沒有看過Dark 我有看到 然後不要按進去 OK 那套是我之前 很喜歡的 Netflix 應該是第一 第二喜歡的劇集 嗯 所以 那時候 現在好像出了一套 新的劇集 整個製作團隊 是一模一樣的 對 好像叫1899 是的 然後 那套劇集 好像是11月左右會出的 我想那套會追的 OK 如果你說近來有沒有看些什麼 就是少了 因為劇集你要追的 還有一來就 八十九十分鐘 是 是 有點久了 所以就看YouTube比較多 還有年尾 年尾會出金制之國 這個是我等了非常之久 由我第一條片開始說 就是由於遊戲 片尾的時候就開始說 如果是這樣 我寧願看金制之國 這樣對比魷魚遊戲 但是等了兩年 應該一年半 是的 終於出了 OK 這樣就 看看會不會年尾之後 有機會 次次會出回這套劇集的劇集 是的 那 想問一下 你作為一個可能剪接師 那你 那些叫什麼 百般武藝 然後你再 暴露了年紀 即是說 OK 你行 是的 那你 會不會如果 一些 剪接師的技巧 或者一些知識分享給大家 你會 講什麼 哪一方面 因為都有很多東西 可能 音樂 加效果 然後 其實很多人有問我 是用什麼軟件 其實我想最 現在最主要 都是三個 Premiere Final Cut 和 Davinci Resolve 我自己用Final Cut Premiere 我自己不太推薦了 可能大家可以在Final Cut 和Davinci Resolve 選擇 因為Davinci Resolve 是新一些的 當然 資源就少一些 你說找那些 程式一定是少一些 但是 會不會是未來的大趨勢 因為它是免費的 這個軟件 有很多人都是因為 我要 一來就等二千元 去買Final Cut 會不會有些卻步 那你可以先試 Davinci Resolve 其實 是的 我自己用Final Cut 但也不是特別好用 所以其實是 我覺得其實三個 都沒有特別好用 但如果給大家一個 資訊給大家 就是Final Cut 你由頭到尾都是用Final Cut 是的 如果你說有些特效 我會用Motion去做 但是 真的很少很少 Final Cut夠用 已經 純粹我自己方便自己 我會做一些 Template給自己 譬如那些字 我沒有可能 每一次都做一個 完全不同的樣子出來 那我就會 本身做好了 在Motion做好了 再重新 這個有點複雜 總之 Final Cut可以的 但另外 也有很多人問 聲音效果在哪裡找的 Facial的特效在哪裡找的 我自己有用 可以說聲音效果 聲音效果通常 可以打無料 無料 就是日文免費的意思 無料聲音效果 裡面有很多 其實最主要 你都要用幾個就OK 不需要去到 彈路太多 所以裡面我覺得 是高質得來 免費的 是OK的 或者你可以在YouTube上搜尋 其實你打Cartoon SFX 就會出了一大堆 當然那個質素就沒有那麼好 如果在YouTube上搜尋 最好我自己都有用 And Follow Elements 是的 但那個是付費的 就 對 就看看自己 大家的選擇是怎樣 但我覺得 其實剛剛我第一個說過 都OK的 已經 無料都夠用的 是的 然後 然後特效 你的羊 即是那個 Visual 對 其實最主要 很多人問 你的特效是怎樣做的 我會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technically 我真的怎樣做出來 第一部分 反而是你怎樣想到 去做這個效果 是的 因為其實想是重要很多的 你technically怎樣做 是說你熟不熟習去操縱這個界面 所以其實怎樣去想到做 就是好像剛剛這樣說 可能你真的想做的 你就放慢 某些你想做的效果 真的看別人是怎樣做 你最主要其實都要學會 一個 知識就是keyframes 是的 這個就是 譬如我第一秒 我想這個字在我左邊 第三秒我想它變成 去我右邊 中間 Final Cut的東西 會幫你做的 總之你就要設定 第一秒的時候 我要它在我左邊 到第三秒 我要它飛到我右邊 即是開始和結束 然後你定了這兩樣東西 是的 中間它就會幫你自己 調節它怎樣過去的過程 是的 是的 所有彈幕 所有彈幕都 Animation 其實最主要都是一件事 就是keyframes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件事 開始和結束在哪裏 你可以先試一些簡單的東西 真的好像我剛剛說 就這樣飛過去的 然後你慢慢想 那它彈又是怎樣做呢 是的 是不同的東西 譬如Position的keyframes 我剛剛說的那個 你可以說是scale的keyframes 譬如本身你的字 你在第一秒你想很小的 去到第三秒變得很大的 這個叫scale的keyframes 最重要都是keyframes的這個概念 你學會了 我覺得大部分的彈幕效果都不難的了 是的 OK 就是你剛才說想的那部分 以及技術的那部分 技術的那部分 那技術的那部分 就是你可能想好 開始和結束是怎樣的 技術的那部分 那技術的那部分 你是怎樣做的 所法 有沒有說 怎樣做 其實就是 就好像我剛剛這樣說 因為它有一個按鈕 就是給你 譬如我第一秒 我要去這裏出現 我就按那個按鈕 是一顆按鈕 很難說的 就是你決定要開始和結束 然後中間它就會照顧自己的 是的 沒錯 最主要就是這樣 當你有這個概念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困難 大家就覺得 你這樣很幻想 飛來飛去 但其實最主要都是學會 這個概念 所有東西歸根去到最底層 都是說keyframe的這個概念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再 再 就是我常常都覺得 這些彈幕啊 視線效果不是難的 是很煩的 是的 所以當你有時間有心力 其實就不難的 這件事 那這個keyframe的 剛才你說了handle那兩拍 你想它怎樣去 開始怎樣完結 和技術做出來 那在時間上那個性價比又如何呢 性價比 意思是應該多久做一個 你剛才說 它不是難是反 那就是 應該是可能你要一個 嗯 是的 性價比有多高 它決定你做多少個 或者做不做呢 性價比呢 特效一向都是很低 超級低 你可能我做三個字 你說的是一秒的事 已經是 那你自己要判斷一下 你覺得值不值得呢 我自己是覺得很值得的 就是如果我自己 我覺得即使觀眾看到 可能0.5秒 就是那0.5秒 決定了那一刻的感覺 那我自己是覺得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大家去做的時候 要看一下你想表達的是什麼 其實你如果不是說要做到綜藝節目這樣 我覺得最主要你是把自己 可能一些影片上 你最想突出的重點說出來 清晰 那就OK了 就是譬如你去一間餐廳 那麼 information 可能關於餐廳名 地址 怎樣去這些 是值得做的 那如果你說中間的reaction 需不需要去到一些耳聲似 譬如啊 哇這些又不用做呢 這些又麻煩得來 大家未必會看到 那當然會生動一些 但是大家要自己取捨一下 覺得適不適合 但是性價比就一定是 就是時間 efficiency是很低的 是 收到 嗯 你剛剛講 我想都可能講了5至10分鐘了 就是這些 那麼寶貴的知識 可能剪接師的 需要知道的東西 我想 聽著的大家都學到 我學到keyframe 然後學到怎樣去 計劃那樣東西 是 嗯 很有價值 那 然後呢 剛才你觸碰了一點點 就是很多人經常問你 那些問題 可能你用什麼軟件 或者是怎樣剪 你還有什麼是 最多問的問題 因為見你的影片 其實都很多人留留言 可以一次過在那裡 回答一下 為什麼這麼笑呢 因為 最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什麼時候出片 是的 那所以 嗯 什麼時候出片呢 就 暫時來說 因為都不算是 就是全副心機都 放在youtube 那所以就 嗯 暫時退完 所以 其實我最想呢 是做到一星期一片的 但是 真的 我覺得有點難 因為 因為其實呢 我計劃那個過程 其實是很久的 大家可能 只是每一個星期 看到我十分鐘 就覺得 你經常不出片 是不是很懶 你又去哪裡 玩 那 那 但是其實呢 我 就是那個時長 是真的久的 好像 牛角那條片 可能有看過的 大家 牛角那條片 大家可能見到我十五分鐘 但是那個 那個裡面那個 內容 是計劃了可能兩個星期 而大家進去 可能見到 就是一個女生 進去餐廳 做一下食評 但是其實呢 就是拍攝時間呢 是只有九十分鐘 因為放題 只有九十分鐘 我還想問 他是不是有延長給你 是 因為你有很多不同的 是啊 就是那九十分鐘裡面 你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你又要講得中拍 你不可以講女嘴 那所以整條片 我都是寫完稿的 那所以我是去到那個位 我就是讀回 我本身寫的那樣東西出來 那就OK了 但是你又要做很多事情 又要拍 又要拍得漂亮 所以這件事是 我最後好像去了兩三次 是啊 是啊 因為你牛角飯那裡 其實已經 我想可能要搞半個小時 你只有九十分鐘 那邊搞得怎樣 是啊 但是觀眾其實未必看到 我覺得 不是就是 好像第六分鐘 和第七分鐘 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他不會覺得 你是去了兩天 那我可能最後 我如果真的吃 去做研究的時候 都是一段時間 大家不會這樣想 大家覺得 那你去吃東西而已 那所以 剪接那裡 也是要想好 因為我自己覺得 那條片 算是我YouTube裡面 都計劃得最多的一條片 在剪接上面 真的 是計劃好了 然後去拿照片 就好像類似 寫了故事簿那樣 那我是去拿回來 然後就剪 但是計劃的步驟 又是搞很久 好的 就是你 頭幾條片 有一條不是說過 做一個剪接師 可能你一天用了 十一多個小時 去做一段 就是你有說你的 步驟後 怎麼做 那你剛剛說的 這個就是 除了剪接師的角度之外 就是前面 可能你的計劃 剪接計劃 拿些什麼照片 還有你去過三次 你剛才說的 去過三次 那就是可能你一條 十幾分鐘的片 但是那個 阿媽的工作 背後是 一百個小時 就是如果這樣 一個比例 可能是一兩個星期 一兩個星期 可能是 就這樣說 可能是 就這樣說 我去的那個時間 可能我去 其實你 還有我自己 不是太懂化妝的 其實 就是妝頭那些 我不是太懂得搞 所以我始終搞很久 對 還有我又要 你如果不想 特別告訴你 你是去了兩三次 那你的妝頭 要一模一樣 所以這件事 你要配合 但是很多事情 都沒有說出來 就是幕後的事情 沒有說出來 還有那個剪接 其實我是一個 效果可以想很久的 那些人 然後做完出來 覺得不漂亮 整個都不要了 我是可以做到這樣 那所以就 令到這個項目更加慢 嗯 好 很值得欣賞的 整個 結束的製作 那去回 剛才說 你說什麼時候出片的問題 那我們就 暫時就不會回答了 好嗎 好啊 是啊 是的 我們就先過了這一題 好 那你 接下來的 那 半年 一至一年 在 即是不算出片次數 那在題材上 都應該主要圍繞著你自己的角色 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些 暫時有什麼 計劃那個 影片的內容 如果可以透露的話 嗯 其實呢 好像剛剛也有說少少少 就是 想做多些 挑戰類型的東西 是的 但是 我有想過一下 是不是應該回復一點 不要再拍食 這樣 但是觀眾是很喜歡看我吃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都會拍的 但是我想試多些 不同方面的 題材都想試 還有 下個月我會去日本 所以就 希望做到的話 就可以在日本拍多些影片回來 但是 這件事是 還要想一想 因為 是的 很難在旅行的時候 因為我都去半個月了 是的 很難 是 一路拍的時候 可以一路剪到 都想過這個 工作程度的問題 可不可以夾到其他剪接師 去做到這件事 但是 剪接其實 也是我頻道裡面 很特色的一件事 是很難去 夾是需要少少少時間 所以 希望在日本可以 拍多些不同的內容 就是我想拍多些 日本可能 UNIQLO 對香港的UNIQLO 有什麼不同呢 那是兩地都有關的東西 那 看看做不做到 你是去旅行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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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東京 東京 然後沿路去商巾 即是富士山那頭 然後一路下 到明古屋 然後又上去 是一個整個路程 是的 那你走都是在東京走的 在大阪走 是的 好的 在京都 然後去大阪 應該很豐富 但是 要看看 作息的時間 要怎樣控制 是 聽到也覺得 題材內容很豐富 就是整條 嗯 但是 是你拍完之後 接著就 就來了 就 唉 是的 好的 好啊 那除了去日本之外 那你 接下來會有很多 可能日本會提到的內容 嗯 接著吃東西的內容 還有沒有說 有什麼題材 你會探討 或者嘗試 探討 或者嘗試 可能 其實我 我都會繼續說回 劇的 和劇的 但是要 真的對才行 真的要 因為這類型的東西 其實是 因為這類型的東西 其實是 吃力不吐好的 因為 我自己有那些 影評的影片 你找回那段出來 是很麻煩的 就是 是 因為很多網絡那些 是不讓你攝錄的 哦 是的 這件事呢 操作上面 可能 我記得Dizney Plus 好像是怎樣拍都拍 就是 拿不到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 就是要再研究一下 但是性格比較低 是很少人看的 影評 所以 我也想做的 但可能要選擇 題目 就真的選擇 譬如 可能韓劇 不知道為什麼一年 總是有一套會特別紅 可能今年是薑絲校園 去年是魷魚遊戲 一定有 所以可能要配合這些題材 那又剛好那一期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我也想繼續說 還有今年可能可以說一下港產片 今年的港產片是彈起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很質素的作品 所以都去說一下 但是 就是要看一個題材如何頂 OK 好啊 那大家都拭目以待 但就不要問什麼時候了 有什麼不同的內容 多謝CiCi你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多謝 去到這個尾聲 那大家 聽了我們跟CiCi的對話這麼久 就了解多了很多她 鏡頭前沒有提及到的東西 還有她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會有什麼影片繼續出 還有她作為一個 或者大家一開始對她少少的迷思 現在大家都解開了 就是為什麼她 可能出第一條片 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質素呢 可能她剪接師那時候 就慢慢鍛鍊回來 那大家呢 就記得上YouTube那裏 可以看一次次她 由她第一條片的劇評 去到最近可能開始做些挑戰 還有可以去她Instagram 追蹤她 看看她最近有什麼事情發生 還有接下來她會去日本 那都很相信她會分享很多 可能日本她每一天旅程發生的事情 那去到尾聲這裡 大家就可以歡迎 上來跟我們Creator Podcast說 想我們下次邀請哪個創作者上來 那大家在 除了YouTube之外 大家在Spotify Apple Podcast 和Google Podcast 都會找到我們這個對話 那這樣就 今集 Creator Podcast 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你 下次見 拜拜 拜拜